财运是许多人非常关心的一个运势 因为财富是养命之源 代表着社会地位、生活品质等 财运是起伏不定的 不同的月份财运也会有所不同 在进入十月中旬 这六大生肖人的运势最好 财运最旺 当然这里风水师也并不是说 其他生肖人的财运不好 只是在十二生肖中 这六人的财运比相比之下比较好而已 如果没有上榜 也不要失望 因为每个月每个生肖人的财运和命格都是不一样的 说不定下个月你的属相财运会爆棚呢 生肖基属基人天资聪颖 学习力极强 经过多年的打拼 他们积累了广泛的人脉 人员颇好 从今天到十月底财运滚滚来 不出二十天能成为富翁 富贵不愁 好运连 贵人撑腰 有望成为大富豪 他们有吉星庇佑 在职场很受欢迎 吉的领导重视同事厚爱 机遇大涨 生肖虎 属虎的人工作上相当努力 在今年的事业上又贵人不断 在未来这几个月 属虎的人会迎来良好的事业运势 工作上发展顺利 从今天到十月底财运滚滚来 不出二十天能成为富翁 富贵不愁 良好的运势好自身的努力 让属虎的人财富不断增长 事业一帆风顺 未来几个月的财运接连提高 生肖属 属属的人从今天到十月底财运滚滚来 不出二十天能成为富翁 富贵不愁 自身的事业上发展顺利 在投资方面 属属的人有不错的眼光 有很好的发展 在这段时间属属的人事业上得到贵人的帮助 进展更加顺利 良好的运势让属属的人获得更好得到进展 命中更是有财神相助 金钱收获持续提高 物质生活良好 生肖猪属猪的人 人情恋达 谦虚谨慎 包容心很强大 只为取得更大的成果 从今天到十月底贵人运集中 富贵多得 同时和一中人停滞不前的感情也会更进一步 正所谓事业爱情双丰收 如果能锐意进取 发挥自己的潜能 事业上就能一帆风顺 生肖羊生肖羊的朋友 从今天到十月底横财难挡 亿万钞票涌进口袋 有高远的目光和远大的理想 他们大多都吃了不少的苦头 四处碰壁 有时候甚至怀疑起自己的能力 好在天无绝人之路 属羊人的努力最终换来了甜蜜时刻 不仅在事业方面节节高 而且还有贵人辅助 财多福望 富贵迎门 生肖兔在十月初到十月底 生肖兔就是因为有善缘 得善果 开始在这段时间里行大运势 发横财 记得 只要在生活态度上保持正面的思维 绝对让属兔的朋友有一生富贵荣华可享 到时候钱多的都花不完 就像个球颗 发本上 有个球颗 黄颗